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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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点前 几步已经追得近 这场马他跑得不坏 再看货泥权 3月21日试 可以看四喜了 赞金是第二 南武那只 一直跟着四喜了 其实他走势都很轻松 看到这颗霍宏声势 到最后200多米 让他转松一下 马开始都逐步收捕和四喜了事 看看前面的资来金 这颗浪漫老波 我觉得这颗仕势上来 其实那个暴头都比之前有力的 正如Alex所说的 其实这颗马判断终于跑了 这颗马之前很早磨 没错 很早磨 1月13日赢了货集 他之后他都不跑 好了 上一场终于追得好 今次拿来跑了 希望可以一拿来跑 即刻有好表现 他当然有些质素 另外一些质素就是进行星 上次的形势都挺不利 但初初是大热门 没办法 早段因为档位的问题 所以要留到最后 但最后的充势又多好 今次增情上来又怎样呢 我都相信他是有些信心才增情 因为马房呢 他就是特意有千亿不报的了 胜利才子缩 他就增情的 但是增情行不行 问个骑的那个最清楚 听下何就要怎么说 是 第一次跑马地都冲得很好 当然千亿是短了一点 上次就 因为都休息了一段时间 初出都是跑千亿先 都是略短了一点 但是也有好表现 健康正常 我们继续走 所以跑千四 应该更加合成 这笔马是否通常 在早段或出门 都是比较慢 而比较慢一点 又不是很慢 但是他又不是特别快 他不是困难的 都是上去走 那像千四米 但是那个档位 刚刚是八档中间的位 是否都希望可以 跟回前一点 和一个避动的位置 是早段 他用回自己本身的速度 他都不是特别太快 所以都上转 什么位都没什么 他自己走得舒服 那时 他都应该会 给一段 挺好的冲锡 其实几次在这个节目 我都说了 我自己是挺喜欢这些进行星 落地还没改名 都会继续 所以初出谷处又选 而上次看回田草 这次为什么增情呢 我想其中一样的解释 就是起动真的稍微慢一点 很黏的 你现在见到他拍招 还是藤飞塔 当然他都要找一下位 不是冲得顺 赛事水准 说真的都有些参差 你纯粹看马自己本身是冲势 还有看何宅瑶手姜诚 其实没段有见到何宅瑶 都很松松的 真的立心咬牙切齿 有时候怎么会 松松松松 刚刚做到反手才做到正手左手 很有稳率的 这个第三就很笃定的了 今次上来千四 看血统没问题的 以往和马房那些显心声 都是跑了两三次之后 扶摇直上 看回这只已经是四岁了 是很成熟的勇无疑的子字 还有看回今次重氧为主 蔡右伏番货 多数都是慢功夫 他千一磅的马 今次上程 我相信他都应付到的 没办法的了 有一次 扶了很久才是 终点前才扶得着 要增情的了 另一部分 我觉得要留意的马 又是贺言 极速之声 看他上一场怎么赢 四八三场次 现在看回这一场 那是亚洲力量 亚洲力量 四班保重 对了 已经保重了四班 第四名那只 竞胀天下 再出了上名 当然这一场 他有点欺负亚洲力量 因为亚洲力量 千四是短一点 放弃这一场大一斗 他短途底 他自然比亚洲力量好 不过 你现在看回 赢得亚洲力量 这一场的职 我觉得都不错 况且这只马 亦都真真正正 在四班上过名 前一场就是 陈家熙排到千四米 当然了 这一场就没有报文 但是用陈家熙 都证明是发挥得 没问题先 排了个好档 有个轻薄 马房亦都 今天阵不错 我觉得这些马 都要加入考虑 另外一只 同样排好档的 就是那只天外非天 今次田太安接手 因为报文 请假 这只马 其实你说他叻 又不算不叻 但又比较难赢 上次用报文 其实形势都已经跑得很好 早一段贴着蓝 但是原来前面那只 天天有 快放又可以 摔着个好位 那只阳明天空 阳明天空这一场入Q 又是赚光的 不过你想想 他上到三班千四都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 这里天外非天 追着阳明天空 又不算太差 再加上 刚刚说过了 四班千四拆完组 后对手偏弱 所以今次排着个好档 咬住个好位 看今次A加三的形势 是否都是贴蓝好 还有田泰安这些二档 他不会跟你批书 一定是霸着个好位跑 还有潘顿 刚才说了 报文在这里 两个难兄难弟 报文请了假 看看潘顿会否回转 和田泰安捏过 以往都是斗到尾 但今场错事 Vin Peer一转 我都相信是进行星 因为有质在手 Q位置Q 扔回另一只星 极速之星 今场好像勾到这些范围 连营位置Q四只湖村 2号天外飞天 5号进行星 8号浪漫老波 以及12号的极速之星 这场我都是选Q位置Q 2号5号、12号户村 都是可以赚到形势的马 接着听听第八场赛事 第八场赛事 三班千四米 亦都是明天的杯赛场合 出马12匹 摆前面走 金白令 上次是否不想自己放 放头很早力药 如果他不放 飞翠凤凤凰自己放 又未必说很快 很多马都是稍微被动的马 所以今场哪一只放 都要想一想 顺便带大家看看 坦白令 不要放了 我个人愿望 千万不要 好像这个速射周围图 就对了 你先让飞翠凤凰来 你自己跟着内南包商 是中等偏慢 看看有没有其他马 可以搞一下他们 我都希望这个图是真 问题就在于 今次洪峰盛景和四季喜 就一三枚 都收拾到个跑马差不多 对了 比金白令 会不会真是 那个格子位 被洪峰盛景 或者四季喜 适当抢到 而金白令 都要二跌往空 这个有少少危险 那就要看一只 有缘人 休息这么久 上次出赛 又是二二年五月 会不会有些新鲜感 走上去 因为他的大闸 有些新鲜感 他都摆在前面 如果我是苏绍非 我都希望 有缘人 就算二碟有遮挡也好 我当你洪峰盛景 拿了个黄金一档 再贴到兰佬的黄金包商 都希望他会找遮挡跑 但报速 不会很快 因为明显的放谈马 都不多 但如果今次看 就报民不在 巴道都不找 潮州正常找到 盘顿了 如果头上多多 配合300V不行 这只可以 你想想 上次潮州星辰 前一仗稍微有些东西看 都已经大落飞了 对着赫若翰马房 那只红运帝王 如果你看回 其实他初出那场 铁栏很着素 他全程在外谍 追上来的最小 非常越目 上次看回这里 又是蝕着外谍 但是外面 撲上来的势 是很厉害的 红运帝王 其实初出都已经有走势 亦是有贴藏的马 你说这套珠比他 又不算很差 就轻轻拋离了 后面的对手 今次潮州精神 还要加个面箍 在外地的赢马配件 但是狗档 就要看看 如何克服 因为他刚才估计 步速不是很快 那些贴蓝 前置的马 可能因此提升了水准 其中一只 就是快博 以及金白领 希望他真的留下 他留下 其实他的威力 一定比放头来得厉害 快博 又是贺燕的马 看看前一场跑得如何 上一场 我也觉得有这些书 不知为何 不明不白 但前一场 其实这场 他的形势很差 说回金白领 其实他真的不想放 不过没有马放 没有马走 宋船飞都捉住 人马角力 这场快博 报处不离 他在内南 拿位不太好 其实来到百厘米 他因为太窄 这个位 他又被梁明龄 那条边打到头 四季起 是的 但他都冲上来 跑第三 其实这场他真的有得赢 这个快博 为什么上一场跑得不太好 麦杜朗又解释 全程都抢口得很严重 的确是 上一场不知为何 马很抢口 抹了他 其实之前谷草千二 他已经是没有位 但是马冲上来是有势 我觉得这只马 状态真的回来 今场排二档 希望霍黄星 留得顺少少 这只马很有分量 我觉得这场马 他都有条件争成 因为二档可以早点找到遮挡 就会帮助他 没有那么多抢口 刚才提过金白令 其实我希望他会放 还有这只三岁马神火 看越来越漂亮 之前是周围摔摇 上次已经指出过 是淡定的 现在你看这些火 雨中出事 那天早上有些雨粉 走过 松茸不逼 完全也是没有头铃铃 已经是跟季初那只金白令 已经是很不同 三岁马的进幅都挺明显的 今次五档我都希望他不贴蓝 都无所谓 最重要是找到遮挡 不要放 放出来 吸收上次经验 希望你多撑一会 但放就未必可以赢 你要赢 一定要找遮挡 但他都可能是赚到 那只 所以那场措施 我都会选这只金白令 快博刚刚看那场 就贴到蓝 形势很好 我们看另外一场 快博的形势是怎样 主要是看一只非凡之星 好像有点困失 是啊 快博 有来走外蝶 二来他抢口 所以输就骂了他 接着说得对 非凡之星 入到直路 真的在马群当中 都不是很网空 去到最后200厘米 其实他超级龙珠 后面色种子后面 拿入又不是 拿出又不是 去到最后8厘米 好了 输定拿出 但其实都迟了 人家都准备过个终点 但是他终点前 那只马是有小 其实这场如果拿位顺点 他真的起码有三甲 这只马虽然说 两次千四都落地 但一次用中疫礼 三叠网空 上一场就没有位 其实两场 我觉得都不是真输 希望今次用蔡明少 留在后面之一段 希望他交回应有的表现 非凡之星已经五岁了 我们都用得多 不要期盟的进步好 但是弄一些底质 还有 都是有一些僵口敏感 不过蔡明少 尊医其难习正 所以他都没有问题 其实刚才的影片 看《快博跑》上名那场 都见到一只四季喜 我今次看回他 因为就是赚体力那一匹 他今次才是季内第四季上阵 看回他神科 就开始入了状态 走入面那只 外面世纪明达 是一些神科敏感些 经常乱 但是四季喜 扣女乱还乱 你完全影响不了他 你走上来挑战他 他全程顶住你 近期看内圈 拿个镜子看他 即是内圈的眼睛 滚大到心火好得不得了 想吃人 今次又是三档 又是刚才高兴估 他可能是未必雄风圣景 未必拿到黄金包箱 就到他了 他是这个阶段 赚跑法 赚体力的马 而且一定不会是最热的那只 有些分头 就继续他一票了 这场是我们的精选场次 看看我们选什么马 今场十二匹马 我觉得范围不算很阔 有博 四连环 就是湖村 非凡之星 有快博 潮州精神四季起 和一只金白令 希望他留住 预期潮州精神都比较受注目 所以快博和非凡之星 试试对碰WIN挑战一下潮州精神 当然潮州精神也要 另外金白令都可以继续 刚刚我们的晴王容易捉 但是飞马英雄很难搞 不如我选择单单 选择不了冷却 选择热头、毒影 和威之潮州精神 第七、第八场就是第四口妈 我们准备了个心水给大家 第七场是2号、3号、5号、8号、12号 湖村 第八场是1号、2号、4号、6号、11号 湖村 稍后回来看看美的两场 给大家看看美的那位 电视频